HELLO 各位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最近的話 除了開圖 好不好 喜分 欸 各位你們可能比較少玩家知道 這個遊戲其實 譬如說它的漏洞非常非常多 你看到開圖啊 喜分啊 刷敗啊 甚至有人問我說 欸主主為什麼有人的勝率 是100% 哪一隻角色的勝率是100% 他到底為什麼可以做到 可是明明我在遇到他的之後 並沒有感覺到很強啊 他到底是怎麼做的 還有以及 為什麼很多很多的玩家 對於懸浮這件事情 其實是完全 其實說完全看不起 你問任何一個 呃 實況主或是這些選手 他們都覺得懸浮還好 但是呢 有一個例外 也就是他們打的場 拿到的全服 他們才覺得 欸 那個人是真的會玩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 裝寵標準 原因呢 我們等一下會慢慢的跟你講 OK 那先跟各位講一下就是 我們今天呢 因為叔叔 本身呢 對於這個全服呢 是完全 哈哈 完全沒有過多的了解 就是呢 我只知道哦 他們可以透過刷敗啊 然後可以 不停的利用這種 就是上下 把自己的分數 掏在那邊啊 然後物量洗啊 然後身體五百啊 這種東西 然後讓自己的分數 慢慢慢慢這樣子 疊場 我們會說所謂的疊場 OK 所以呢 比較detail的東西 比較細節的東西 就是並不了解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有邀請到一個 非常了解這個東西的 也就是抓敗 喜分 然後以及全服 為什麼有一些人 他們他們可以做到 100%勝率的東西 我們今天歡迎 曾國中生來到我們的 這個 這個叫什麼 直播間嗎 哈哈哈哈 介紹一下自己 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曾國中生 然後本身有在經營YT 然後叔叔剛剛講的那個全服 說非常了 我也不敢說很了解 只是 只是自己有測些分數過 所以大家比較知道說 怎樣拿到全服會比較快 也知道說這是有個漏洞 我覺得我覺得你太全虛了 太全虛了 而且而且我必須說 就是我覺得有一些事情 就譬如說 像我們之前 就反映說 開圖這個東西 然後就是很多人現在可以拿到 然後為什麼很多人就是 為什麼官方都不去封號 就是我們有回饋給官方 我們有回饋給官方 告訴官方說 現在就是一大堆人在開圖 你也不封 然後下面就有人留言說 你這樣子反而導致了說什麼 很多人去開圖這件事情 好笑 好笑 我們今天 是在告訴你說 欸 這東西不行 這油啊不行 哇 結果你跟我說 你反而在糾正這一個提出問題 那很奇怪 為什麼 不把問題給解決 這才是我要的 我們玩家所想要的 你看現在開圖 嗯 一樣一大堆 刷敗的演員 一樣一大堆 大環境 一個遊戲 魔法類型的遊戲 我們看過好多 一大堆都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導致你的遊戲直接不現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告訴傳播對決的官方 拜託你們把這個東西給改掉 OK 嗯嗯 對啊 就是所以今天講這個機制 也不是說大家要用這個 而是希望官方可以看到 那因為像我自己 也有把這些漏洞呢 就是很多的漏洞 跟官方寫信講 可是目前為止已經一兩年了 一兩年了 兩年前應該有2021就有寫過一次 然後官方沒有理你對不對 沒有沒有理我 沒事這個我很了解 因為開圖的那個東西 我已經我已經傳一大堆影片給他們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那個那個叫什麼 就是他們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不是每一周都會抓那個開圖的嗎 對不對 然後還有抓那個十分的 欸現在突然出那麼簡單 就是沒有抓了 對啊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OK我們廢話太多了 我們馬上進入到今天的重點環節 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可以用到100% 以及為什麼很多玩家看不起全部的原因 我們不要很多罵上去給他看下去 OK 那首先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 有些人 他明明他的總勝率很低 而且他打起來也不怎麼樣 但是呢 當你今天點進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哇 他的勝率 那隻角色的勝率100%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呢 這個很多高等玩家心裡應該都有一個底 都有一個底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會去看那個東西 就是說啊 你勝率 哇 那個角色勝率100%欸 喔 好屌 我們不會這樣看 我們不會這樣看 那 這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造型 那 任何人 詳細的交給你 就是說 這個勝率這個東西 為什麼可以到100% 就是其實你要幾%都可以 因為傳說有一個漏洞 就是 可以做搶燈 那 可是我之前在自己的頻道講的時候 就有人說 不要把搶燈的方法講出來 因為這樣大家 講的話大家都會用 所以我這邊就是 不宣導啊 也不鼓勵啊 總之就是有這樣的機制 那這樣機制是怎樣回事呢 就是在於說 你在遊戲對決的時候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嗯 我個人覺得那個 那個留言的觀眾 我覺得他的想法完全不對 搶燈這件事情 誰都知道好不好 好好好 搶燈這件事情 如果你還不知道的話 那真的是很扯 問題就是我們知道 但我們不會用 對 那就是在對決裡面 如果你搶燈的話 你是在那個遊戲 主堡還沒爆之前搶燈的話 你那一場是 不會被計算的 然後你在排位的時候輸掉 角色分數會降 可是你搶燈的話 分數就不會降 然後只會總勝率下降而已 然後你那隻角色 也不會紀錄說 你有打過這場 連紀錄都不會有 對不會有 完全不會有 你是說我點進Garena的那個APP 他的紀錄也都不會有 不會 然後你在歷史戰績也看不到 嗯 那這確實就是一個承諾必須要改 我們先一樣 我想問的是就是 所以他的 他搶燈 是在 賽局中 他覺得 啊 要刷賽 要輸啊 對對對 要輸了 然後剛好是他可能要刷那一隻角色的勝率 他覺得要輸了 然後他就直接搶燈 這個時候直接搶燈 勝率跟那個爬全服的分數 通常是為了爬全服 才會去搞這個 也就是他為了這隻角色的勝率 然後以及這一個角色的分數 也就是全服的分數 對他這樣 然後問題就是 他搶的這件事情 竟然不會影響到 他的角色分數 以及他的角色勝率 這樣子超奇怪的 他明明就輸了 對吧 然後為什麼 為什麼他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 超級大的漏洞 那這個漏洞就必須把它補起來 這個漏洞其實已經很久 非常久 兩三年了 對 然後問題就是 為什麼一直不修 我們一直跟官方 講到這件事情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修 你更不用提開 那種明顯就是外掛 修都是不修 ok 對啊 這樣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其實很討厭承諾隊 沒有我是熱愛這款遊戲 哈哈哈 問題就是 我就是因為熱愛 熱愛這款遊戲 所以 我跟你講 我今天早上 遇到一大堆 演員 刷敗 怎麼玩 沒辦法玩 問題 應該是把 這一個音 可以把它給封掉 不要讓他有任何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搶跟這些東西 你應該要讓他 不只是 他的總勝率跟星星本來就會掉 然後再來就是 你應該要讓他的角色分數下降 角色勝率下降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各位 首先他這樣做的原因一定是一個 因為他準備要輸了 你知道嗎 他準備要輸了 他知道他輸定 所以他直接這樣子做 那 問題就是 他輸了 可是卻不會造成 他角色勝率的下降 以及角色分數的下降 這就很奇怪 這就很奇怪 然後 你今天只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漏洞 你就會讓大家 應該就是讓那一些 那一些我稱之為 沒什麼效用的 在那邊用 你就會覺得 我好痛 然後 我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他搶跟了 不是會掉星星嗎 對 就是 他的排位的 星星的分數會掉下去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他不管他的星星 因為對於一個要爬 全部的玩家而言 他掉星星反而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每個段位他都有一個頂分在 就比方說就是 我可能這個星藥段位 只能拿到5000分 那可能S排只能拿到6000分 可是他分數還沒到 所以他對他來說 我技能掉星 那勝率又不會掉又好看 然後我又可以再用那顆星的扣打 再賺一個分數 那這樣當然是很好 所以 搶真算是 這樣講的有點不太好 反而對他們有利的意思嗎 對啊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星藥他會有一個 那個角色的 我們假設說 呃 滿分是10分好 我現在理解 聽到的意思是 所以等於是說 星藥他如果今天可以拿到最高是10分好 然後就是他可能只拿得到6分之類的 對 然後重點是他又沒有那個實力可以爬上去 對 然後他就故意讓自己輸掉 卡在那邊 然後繼續讓自己 呃 拿到10分 拿到那個星藥的最高 再進下個段位 所以就等於是說他們就是利用了這個肉 所以重點就在搶燈這個東西嗎 欸不只還有一個他也可以故意輸 有這種比較惡劣的 反正因為我這個段位 因為5分數還沒到 那可是我也快上 比方說我先要我快上S了 我就先故意輸 用別的角色輸 反正這隻角色勝率還有分數我不care 然後輸了再用他要爬的角色打上去 你說的這個東西就是刷敗 對這個我遇到 但是你剛講的那個東西我 嗯 我突然覺得 幹 我真的是一拳垃圾 哈哈哈哈哈哈 難怪我遇到那麼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知道嗎 為什麼演員那麼多 對啊他們要的東西不是贏啊 他們想輸 可是如果是單人的話是比較不好 可是現在有一些人是用 5個人組在一起 5個人都要爬全服 然後一起輸下去這種 5個人爬全服 5個人都要爬全服 嗯 然後他們就用 一起輸下去 那他們一定輸光 對啊 那這樣子拿全服 但是我插個群 就是 其實我自己身邊 是有全服的朋友 可是問題就是他們的實力很強 他們是SS牌 所以你要說 全服這個東西 我現在就在納悶一個點 你知道嗎 就是那些真的有實力的 比如說SS的玩家 他們的全服 跟一個可能 maybe他S牌 然後他可能只有一顆心 然後他拿他也拿的到全服 可是這兩個全服比下來 就是完全沒得比 那個實力 兩個人對公 不管說1000% 那個SS的一定 怎麼打 他的不管是地圖觀角色操作 不用說 那光是光是那個 觀念就直接挑打 不然那個S牌的怎麼打不上去 這個就 我必須說 可是 就是 其實現在是有套機制可以讓 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比較不會發生 現在 就是為什麼現在很多人爬全服可以 很輕易的跟那些比較高端的玩家 有一樣的分數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星耀鑽石還有S牌的頂分太多了 那太多的情況之下 又加上剛剛講的那個刷敗或者是搶燈 就是他可以在S一顆星就拿到跟S49顆星一樣的分數 所以他很容易追上那些璀璨的玩家 就是正常打他沒有刷敗沒有搶燈 就正常打上去的分數 就是一個弊端 就等於說他打的場是非常簡單的場 然後他拿到的分數卻可以跟 那些打比較難的場的人一樣 大概 對 最多的分數 那比較好的改法是說你在S牌 因為他是現在是S一顆星到S49顆星拿到分數會一樣 就是最多拿到的分數 都都一樣 比較好的改的方式就是可能 增加一些區間就是S一顆到十顆能拿到分數 射一個坎 然後 11到20的射一個坎 那這樣就會造成說 你在S10顆的實力 你最多也拿到那個分數而已 你真的想要多拿一些分數 就繼續往上拿這樣 繼續往上爬才有 你是說你覺得 你覺得這樣子做會比較好 對 就是現在有一個很大的肉排全服的套路 就是因為他打到S一顆星拿到分數 跟40幾顆星拿到分數如果是一樣的話 那我幹嘛要往上打那個比較辛苦的場 我就上去再刷敗下來再上去 就可以刷到跟你水灘拿到分數差不多的話 那我幹嘛打上去 那這樣也會有個漏洞就是 我實力只有S5顆星 我也可以在底下刷敗上上下下 那我就變全服了 那這樣當然就是會全服 難怪 沒有鑑別度了 難怪我之前看到那些全服的那個真的是 但是我想就是我遇到那個 那個什麼 一進去不是會看到他是全服的那個嗎 我想說他到底在打什麼挖勾你知道嗎 他我而且他玩的是我man的角色藍 然後那時候 嗯 這個藍哎呦全服哦看他秀哦靠腰 5分鐘030 我想說你到底在玩什麼 哈哈哈哈 直接給我走何道 沒關係他可以搶燈他可以搶燈 就裝作每一件事情 我必須說你會這個東西會影響到 高端的玩家 因為還有一個也蠻嚴重的 就是也是會影響到高端的就是有些玩家會在 這個我不知道 叔叔是吧就是卡榜的事情 嗯 卡榜就是你這個賽季 要結算的時候 你如果不登錄遊戲你的分數是不會變的 然後你只要不登錄遊戲 剛好我們有時候是在月中結算嘛 然後他可能不登錄遊戲 他分數可能七八千 然後他就不登錄遊戲 夏季開在開氣的時候 有些人乖乖重打 那些分數會重置 他重置頂多也只有兩三千而已 那你怎麼可能追得到七千 沒有巔峰賽 所以他們就 哎 七千分拿全服 我還不用動 你那邊打兩個禮拜 還不見得打得到 我不用動兩個禮拜就拿到了 所以這種全服也是蠻多的 而且也是兩年以上 因為我記得2021的時候我就寫過新母獎 然後去年也有講過 2021你就反應過了 然後結果還是 對 有人卡的榜 就是不登錄遊戲 然後用那個分數去 用上一季的他的最高分去 去跟這一季重新爬的人比 這個東西應該是很好修的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調 對啊這個聽起來超好修的 我跟你講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其實對於開獨這件事情 我是非常反感的 我那時候其實有提供過 傳說對決的官方 一些也不算官方啦 就是某一個 算得比較長 哈哈哈哈 現在這要剪掉對不對 哈哈 反正呢 我之前 就是 對於開獨這件事情 是蠻不熟 然後那時候 我也有反應說 就是 開獨這件事情 其實你是可以玩的 你看其他的遊戲 一樣有開獨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在這件事情出現之後 他們可以做一個程式 就是直接把你格擋在外面 直接格擋 而不是說 我今天你開了 然後我抓你 不是 他就是直接把你全部格擋在外面 你知道 他是用一種系統 然後來去測驗說 發現你有開怪怪的東西 你就直接不見 你那一支號就不見 他就直接變這樣 那這個東西其實 我個人覺得 沒有很難做 為什麼別人做得到 然後從這裡卻不做 我會覺得很奇怪 那加上你剛剛講的 這個聽起來也是 超好防禦 然後還有搶燈這件事情 也一樣啊 你只要讓他 角色分數是會下降的 角色勝率是會下降的 這樣子就可以避免掉 他們尊重漏洞 對 而且我覺得 不是說你不能搶燈 是你搶燈之後 你本來就要付出 比較相對應的代價 對啊應該要付出相對應的代價 也不是 也不算說相對應的代價 而是你本來就應該 我覺得這是你本來就應該付的代價 你知道 就是你明明就要輸了 然後你這樣很奇怪 然後還沒 你的你還沒事 你還沒事 哇 那那那真的厲害了 那就那那我是覺得 哇這個遊戲就超級無敵不公平 比如說 最後呢 我想跟官方表達 就是 其實要解決這件事情很簡單 然後 我這邊提供給你幾個解決的方法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我個人認為應該要挑不更多 就是比如說 鑽石心耀的底分應該要挑不更多 然後再來就是 搶正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把它給修掉 搶正這件事情 你必須 把 襯罰的 機制變得更大 然後再來就是呢 S牌這個東西 你爬到S牌 因為S牌它不像什麼星耀那個 就是這麼短你知道嗎 S牌 你S一顆星也是S牌 你S49顆星也是S牌 那更不用說後面璀璨那一些 爬到100多顆星的那種SS 他們拿到全幅的數字 跟你S一顆星拿到全幅的數字 就不一樣 所以呢 我覺得你應該在S牌 像你剛剛曾國晨 曾國晨 曾國晨 像你說曾國晨 都可以 我自己 我自己也常常做 我覺得應該像你剛剛 曾 這個我是機會 太笑了 所以呢 我覺得 應該像剛剛曾國晨的聲音講 你S牌開始 你每10顆星就要有 然後你要公開那一個 就是那個階段 就是你讓他 不能說一直卡在S一顆星 然後他一直利用剛剛所說的 我真的覺得強的這個東西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會把它弄成這樣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然後問題就是我們這種正常玩家 我們不會去做 我們這種有良 不要說有良心的玩家 就是正常的玩家 好不好 我們不會這樣子去做 因為我們就是在搶手 但是很多玩家 他是 你看 我這隻角色有100%勝率 我們說 哇靠好強喔 結果打下去 我的天 怎麼 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那就很奇怪了 然後還有 我必須為我們那些 應該不是說為那些朋友 應該是說為那些高段位的玩家 然後他們好不容易拿到全服的玩家 抱怨 他們打的場是很難的場 他們拿到的全服 質量就是不一樣 結果你現在導致說 下面的那種場 他也可以拿到全服 然後 他是全服 我SS 結果我也是全服 怎麼質量差這麼多 就是那個整個全服質量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他就一樣是掛一個頭圈 就是叫做全服 所以我覺得這個必須要去做修改的動作 所以你就可以 比如說 10顆星開始有一個階段 你最高就只到這裡 然後可能20顆星之後要得 30顆星之後要到這裡 然後可能到 對 璀璨50顆星之後 然後只能到這裡 然後你再上去上去上去這樣子 你這樣子才可以避免掉 很多那一些 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 然後就在那邊一直刷 一直刷 一直刷 然後刷牌 然後打牆燈 一直用這種遊戲的漏洞 然後來去讓他自己變成全服 這樣子對於正常的玩家 才公平 我在那邊打得要死 我那邊每一場都努力打 然後 結果 我們好不容易拿到的全服 然後 你現在全服這種漏洞 導致說 我直接跟你們講 高段位的玩家是 很少在看見 看到全服 你看到 所以 真的很多人都是這樣 所以 然後可是 有一些玩家 就是那些高段位的玩家 他們有一些就是會很熱愛這隻角色 然後他確實也玩得很好 而且他不會每一場都拿出來玩 他就在有機會的時候拿出來玩 然後他們拿到 結果 哇 得到了這個名號 全服的名號 然後大家覺得 所以這個 這個也是為什麼 叔叔那時候傳說路人王這個系列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一個機制 就是 你可以 優先取見 就是你要SS派 然後或者是璀璨以上 然後再來就是 你全服必須要拿到璀璨的段位 我們才會給你優先取見的原因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知道了 全服這個東西 你是可以透過很多小手段來去做 所以我們這邊提供給官方 你可以來去做這個機制 你可以把它給修改一下 而且很簡單 這個東西不難吧 然後再來就是 搶燈的機制 必須真的 一定要扣角色的武器 跟他的角色的勝率 這種勝率扣 那是一定要的 然後掉信心 那也是一定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 刷白的武器 還有一個卡榜 卡榜 對 卡榜 卡榜的玩家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子拿到球 你就會覺得我頭好痛 這種東西我覺得應該很好改吧 但為什麼 兩年了 兩年了 為什麼 這個東西 就是 我沒有看到 我是沒有看到有改什麼 有啦 那個分數 頂分的那個分數是有降一點點 一點點 真的就一點點 然後 然後 顛峰 哇 你知道為什麼 你可以遇到一大堆演員嗎 來 等我認真講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 好 這個很黑啊 超黑的 對 就是 一般來說我們打 全服會有個SOP 就是可能打到星耀頂分之後 然後在S一顆星的時候開始打 然後你發現打可能 你覺得分數有點不夠的時候 就是通常都是在S牌的時候 去打巔峰賽 S一顆星的時候去打巔峰賽 然後因為巔峰賽的機制是 就是每20分就可以多1%角色戰力這樣子 就比方說你現在分數是6000 那你巔峰從1200打到1220這樣子 就多1% 那你的戰力就變成6060 就多1%啦 那為什麼說這個很黑呢 就是因為巔峰配對機制的關係可以選路 那有些路又是比較大家都知道 可能輔助就可以秒配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你想要去撞同一場 我們就戲稱叫做什麼 巔峰雙排巔峰三排 就是所有人一起私下語音說一起按 然後按的話有配對進去 然後看一下誰是幾號誰是幾號 選BAN角是多少 然後就可以認到同一場的人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造成說就是1200 我很容易把一個人頂到1300、1400 那就可以賺到可能10%、20%的都有機會了 而且加上現在巔峰又是先要5就可以打 那就造成說這種賬號更多 對 真的 就是如果真的要調整這件事情的話 連帶的讓那個可能巔峰賽的門檻提高 也是有幫助 對不對 我那時候就說巔峰賽應該要改成 才可以上來打 那個真的 你就現在你各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你在打巔峰的時候 你很常遇到一些奇迪怪怪的 就遇到那種演員 超多 他們就是要輸的 對 他就是擺明要來輸的 他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一套東西 所以很黑 然後這種機制我相信非常容易改 非常容易改 開圖 OK可能要寫一些程式 好不好 你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簡單多了吧 對不對 這個應該簡單多了 我是覺得一定可以做修改 一定可以做修改 我必須給官方一個中部 我看了這麼多遊戲 玩了這麼多遊戲 然後 我跟你說 有很多遊戲現在都倒閉 做不起來 爆掉了 原因就是因為什麼 遊戲的環境有個問題 遺失了非常非常多的 正常的玩家 OK 然後你讓這一些 不管是作弊的玩家 然後或者是這一些 專漏洞的玩家 然後再做這件事情 那 你這個遊戲 遺失的人是會越來越多 我就不想 就是你會覺得 我今天一上線 我講了一個真實的案例 我今天早上 剛剛 剛剛 三場 連續三場 喜分的 開圖不演的 我躲在草叢裡面 加充 一系人直接丟我 演都不演 後面他直接演都不演 大絕各種 直接踩住 他就是知道我們在哪裡 開圖現在就這麼囂張 然後不抓 就放在那邊 爛 那 你這個遊戲 我想真的 很難受 然後 我是熱愛傳說的 這個玩家 我從 你們剛說的時候 就開始玩 但是為什麼 問題 越來越多 我們更不要說那些 Bug 我們先不談 Bug 光是這種東西 你沒有辦法解決 那 你要怎麼樣保留著 你的 你要怎麼樣保留著 你的玩家 靠造型嗎 靠聯名嗎 先把基本的東西做好 給大家有一個正常的遊戲環境 這樣才是對的 然後 鄭國中生是有YT頻道 你們也打鄭國中生 他到時候會出一個更詳細的 就是會有更多的細節的影片 大家也記得 歡迎收看 然後也非常感謝他這一次的幫忙 因為其實讀隊友有一些 黑暗 那個 灰色地帶的東西 我是有點不太了解 也不會 因為我自己也想講這件事情 那也謝謝 蓋瑞叔叔願意這個出來 幫忙一起發聲 對 我覺得這個漏洞真的很大 我就直接跟官方說了 我沒在怕他 我就是這麼敢 好不好 我就是一個瘋子 好不好 今天沒送 我就出來講 就是這樣 今天沒有到此為止了 如果喜歡記得按讚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 方式提供給你 很好修吧 很好改 很多玩家的心聲 我們現在幫你表達出來了 OK 很多高中的玩家 心聲也表達出來了 改法很容易 漏洞 什麼東西的 提供給你了 你可能工程師可能沒有在玩遊戲 我沒有關係 我們有在玩遊戲 我們提供給你這些資訊 提供給你修改的方法 希望你們可以修兩年了 開圖也一大堆 現在環境就長這樣子 OK 不要再跟我說什麼 什麼聯名造型 哇 好多喔 然後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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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大家回來 問題就是你保留不住 你的長期的用戶 你的客戶 你的這些長期的玩家 你就等於想在 所以 你不要超等級 我不知道傳說 但是 如果繼續這樣 保護紙 這個遊戲 一定崩 一定崩 OK 本期影片呢 就到此為止 然後我們再次感謝真國之神 跟我一起 拍這一集的影片 我們就下期見 真國之神一起跟我喊那個 下現在開始走內 來321 321 321 我們下期見 拜拜